现在求财的人很多 财跟你的福报要看你有没有种下这个因 很重要 都是看你自己过去有没有种善因 包括你的今生今世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种善因 所以呢 有没有失财的种子 你必须把那些我要拥有财的种子 要种下去的呀 所以这个就是要种子呀 没有种子它长不出来的呀 有因才有果 所以佛法界讲 要在自己心中种上一块福田 有福的田 听得懂吗 有福气的田 如果你没有种下这个福田的种子 不管你给它浇水 给它阳光 你没有种子 它长不出果的呀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很幸运 因为他种了布施的因 所以他才会有得到布施的果 因为福报的果 是从你布施的因得到的 所以在佛法界说 把福分分成三种 一个人想要有福气 把它分成三种福气 就叫三福田 福田就是可以生出福的缘分 你自己有福气的缘分 那么师父简单的跟你们讲讲三福田 那么第一福田是供养佛法生 这叫净田 就是你今天看见菩萨 你磕头了吧 恭敬吧 你对佛法尊敬吗 你对法师和尚 尼姑尊敬吗 尊敬 那么你就是叫净田 所以这个以后会给你生出福气的 第二福田叫恩田 在心中呢 要想有福气呢 要多孝顺 就是供养父母啦 你的老师啦 你要感恩啦 要有报恩的心 所以叫恩田 就叫报恩 第三个田是什么呢 悲田 悲田是什么呢 你看见贫困的人 看见人家很可怜的人 生病的人 看见残疾人 你都要产生感觉他们很可怜的悲心啊 所以为什么要给残疾人让座 给残疾人留车位 为什么要对残疾人好 很多老妈妈腰不好 身体不好 你要对他们好 你要对他们好 你是在种悲田呢 供养贫困的人 贫苦的人 生病的人 残疾人 对他们好 去供养他们 就是以慈悲心供养 用一个慈悲心去对人家好 一个人想得到福气 你们都看别人怎么这么有福气 你们没福气 最快的回报 就是种上三福田 就是敬田 恩田 悲田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